对范振宗向民进党中平会喊话 他愿意自动退党换取的是这个许荣淑 而不惩处 那么今天民进党中平会终于做出了最新结论了 再开闸开除了他们两个人的党籍 到底目前详细的情形如何 要联系记者林嘉远 好的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讨论 民进党临时中平会最后作出裁决 要将许荣淑范振宗两个人开除党籍 带你一起来听听看中平委主委的谈话内容 范振宗许荣署在23号裁决后 那么仍然对外接受媒体访问 有继续伤害党的言行之余 那么这一部分经过请中央党部调查了解 含送相关资料 那么确认范振宗许荣署 那么有继续伤害党的言行 而且情节重大 所以以纪律评律裁决条例 第38条的规定 予以除名除分 那么这是才今天会议的决议 那么我再将背景 中平会呢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就已经做出裁决 针对史荣署范振宗去参加国共论坛呢 做出了停权三年的处分 不过包括邱颖的一些中平会 中平委认为说呢 23号之后呢 史荣署范振宗还一直上节目 认为说这样停权三年太 处罚太重了 因此呢他们就开了这个今天这个临时中平会 最后呢做出了裁决 就是要把史荣署范振宗确定要除名了 以上是目前民进党的最新状况 把镜头先交換给棚内主播 好这是记者林佳元来自民进党中央的最新连线